好的我们接下来要涉及到的第八个扣除项目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那它在这个实际操作当中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而且呢在我们考题里 它也是出现频率特别高的调整项目 所以我画的依然是两个星号和招待费同等重要 那作为我们这个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会计上呢是寄销售费用 它也是寄了损益啊 它也是影响了你的利润总额啊 所以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应纳税所得额 税法当然就要对它做出限额的要求了 那这个限额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标准 而不是像刚才招待费那样算两个标准 这一个标准对一般的企业来讲 那就是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15% 所以销售营业收入啊 这个基数和咱们的招待费一样 只不过这个比例要比招待费高多了 是百分之而且是15%啊 另外对列举的行业 咱们比例高点 这个比例啊是30% 不是高一点了高一倍啊 不过从我们目前教材的情况来讲呢 它没有写出来这个列举的特殊行业 只不过在考试题目中考过啊 咱们考过呢 就是医药制造行业 那个医药制造行业当时是没超标 所以呢 没受影响啊 这样我们在学习当中 还是要稍微的进行一下扩展的啊 那这个扩展呢 尤其是有限额比例的 我们就给大家写出来了 你像有一些没有限额比例的 这个扩展呢 我就会说一说 咱们就不写出来啊 省得增加你更多的这种学习负担 但是我们对没有写出来的 也是提醒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啊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对需要用30%作为广告费限额扣除的 这个特殊列举行业啊 其实我们就三个行业啊 第一个化妆品制造与销售 对咱们化妆品除了制造以外 它的销售这个环节啊 也是可以30% 而第二医药制造 医药制造 它只能是在制造环节啊 说我这个卖药的药店 我进行广告费的宣传 这是不能够30%了啊 另外就是饮料制造 这也只是制造行业啊 那像我们各种各样的饮料 它的产品更新啊 这种推陈出新特快 对广告费开支比较大 所以啊30% 这里面不含酒类 那不管你是啤酒啊 白酒啊 那广告也在我们现在的 这个媒体广告当中占很大的份额 但内幅能够啊 按照30%只能是15% 所以在这个算限额这儿 考题里绝大部分都是 按销售营业收入15%的一般行业 当然这个广告和业务宣传费 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 那就是超过限额标准的部分 今年超标了不让扣 纳税调增 但是它准于要截转以后纳税年度 没说几年 那就无限期截转以后纳税年度 还是可以扣除的 所以这个 又有点像我们前面学到过一个 叫做那个职工教育经费 那它是属于最终的结果全都能扣 因为它让你超标准的 还可以以后扣无限期 那这样的最终的结果可以扣 但是当年会产生税法不可以扣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 因这个时间性的差异所引起的 一种税块差异 所以今后要是能扣的话 做纳税调减处理 好的 那我们在广告和业务宣传费 这再提一下筹建期 筹建期我就开始做广告做宣传了 但是筹建期我没有销售营业收入呢 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是 把实际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全额进入筹建费了 它没有算限额的基数 所以就全额扣除 好 那我们关于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这些规则清楚了 下面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简单的举例 先说明一下 刚才已经说了 它的最高限额 销售营业收入的15% 那现在我们举的例子呢 就是一般的行业 食品厂 告诉你 它的销售营业收入是4000万了 这样4000万的15% 就是600万的 是最高扣除限额 而你这个实际可以扣多少呢 还要看你的实际发生额 这样才能够知道纳税调整额 实际发生额假如说是700 那他们俩去比 是吧 这就是税块差异 比出来的结果呢 当然谁想扣谁 扣除600万 因此超标准的就是100万 矫增100万 那假如说当年发生的是500万 那当年发生的和你的限额去比 谁想按谁扣 那就是可以扣出500万 那可以扣500万 不是跟会计上扣的500万一样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需要纳税调整 调整额就是零了 好 说到超标准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再要提一下 超标准的今年调增了 以后怎么办 以后它还是可以扣的做调检 那这个调检呢 只能是在以后年度计算出来当年的限额 如果是当年的限额没有超过实际发生额 比如当年没超标 那当年要没超标 你说这不是没超标吗 没超标要是没有以前年度 当年不调整 但是没超标要是有以前年度超标准的 我们才能够把以前年度做纳税调检 所以在这我告诉你 以前年度假如说是超标准65万 本年发生的是380万 本年的扣除限额是480万 等于要是没有以前年度的事 本年纳税调整额是零 现在有以前年度的事 那你看是不是你 本年的税前扣除 和你的实际发生还差100万 是吧 这100万里面当然是可以包含进去这个 65万的 对 这个时候纳税调检 以前年度累计的65万 你想啊 你这个 本年实际发生的380万 这是在利润里调检了 然后你纳税调整的时候 再调检一个65万 是吧 那么这加起来总共调检的 也没有超过480万的限额 所以这种情况下 在限额以内 以后年度可以调检 就是这么一个处理情况 好的 那关于这个广告费和 业务宣传费 咱们基本的规则都说完了 现在呢 再有几个解释 提示一下 首先 它计算限额的基数 是跟招待费一样 销售营业收入 再加上市同销售的 那也就是9项中的 12567 加市同销售 这个一样的 我就不再解释了 那第二个 就是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它按说是有区别的 那广告费一般指的是 通过专门的广告公司 那这样的实际支付了的 算广告费 但是业务宣传费 那它不一定非得通过 这个专门的广告公司 是吧 那我们可以呢 有自己的自我宣传 但是呢 这两个在我们现在的 企业所得税当中 你即使会计上做了两项 我们最后也给它 合在一起来考虑 广告费业务宣传费 它是计算扣除限额的时候 咱们会计上把它合并 然后税法上呢 是按照销售营业收入的15% 算一个限额 和这个合并之后的进行比较 另外 与生产经营无关的 非广告性质的赞助费 这个是非广告性质的 它跟你的收入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广告做的多 那你相应的知名度大 市场占有率大 它当然收入也多 而这种非广告性质的赞助费 是不可以扣除的 好 那我们同时也提示大家了 就是这个广告和业务宣传费 与前面的职工教育经费的处理 有异曲同工之处 所以它们都是属于 叫做时间性差异 虽然呢 有同学经常把这叫暂时性差异 那我在这说 准确的来讲 应该是时间性差异 因为我们的暂时性差异 在所得税会计里面 它是税块差异 但是这个税块差异 所引起的是资产和负债的 这个税块差异 并不是收入和费用的税块差异 但是这个地方 我们不需要去追究 到底是属于暂时性差异 还是属于时间性差异 你只要知道 那关于教育经费和广告费 业务宣传费的这种超标准 可以接转以后年度就行了 好的 我们在这给大家举一个实物的例子 说的某制药厂 2016年的销售收入3000万 发生现金折扣是100万 这是不能扣出来的 还有特许权使用费 这是属于销售营业收入的 是吧 那它是无形资产使用权转让 可以做基数 还有营业外收入是150万 这不能做基数 好 那我们计算限额的时候 咱们的标准就有了 3000万加上200万乘以百分之 看好了 这是什么行业呢 是特殊的三个行业之一制药厂 所以它的广告费现额标准是30% 那有了这个税前扣除的现额960万 你再看看咱们实际发生的 实际发生一定是 这两项要合在一起算 不是说你这960万分别和广告费 分别和宣传费去比 它是一个项目 这样这一个项目的合计呢 是1040 它和我们可以扣除的去比 那肯定你实际发生的是超标了 那超标的80万 所当年的纳税调增 那么在以后年度 可能会发生纳税的调减 好 这就是咱们必须掌握的 关于广告和业务宣传费的相关处理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 从第9项开始又稍微的松口气 因为这个项目呢 就没有什么限额标准了 它只是规则 那么有限额标准呢 我们一定举例 但是只是规则的 我们把规则记住就行了 所以来看看第9项 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那这个项目呢 是咱们支持企业 进行这个环境保护的改造 然后呢提出来专项资金 所以这个专项资金的提取 是记录相关的成本费用的 那这样的专项资金 税法的规定是准于扣除 但是也有条件 你提出来专项资金 那你必须进行专项的治理 假如说你提出来专项资金 你不用在专项上 你干别的用了 这个就改变了用途了 是吧 改变用途呢 它就是不得扣除的 好 那我们再说的第10项 是保险费 保险费其实我们前面 都已经说过了 对人的社会保险 商业保险 这说的是财产险 而且这个财产险 是企业为自己的资产 所提供的 对这样的财产险 规定可以扣 即管理费有开支 好的 我们来看的租赁费 那这种资产的租赁 特别是咱们动产的这种 不动产的 就是有形资产的租赁 我们经常能够遇得到 那这样的租赁呢 咱们从出租方和乘租方 两个方面呢 都要考虑 但是现在我说扣除 那肯定是租这个资产的 谁呢 乘租方 我要租这资产 我要有开支的呀 那这开支能不能扣 所以在这我们说 从成租方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那两种不同的租赁方式 这主要是注意选择题 如果是经营租赁呢 记住我们的租赁费 是可以扣的 比如说我生产经营当中 我没有办公地点 我是租的办公房子 那这样的办公房子的租金 那就是均匀扣除 我一下付了三年的租金 那我每一年扣 每一年的租金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是租来的固定资产 它的折旧费可是不能扣的 因为这个固定资产不是你账上 那你根本不提折旧 所以折旧费不能扣 因此对经营租赁而言呢 那就是租赁费可以扣 折旧费不能扣 那要是融资租赁呢 那就不一样了 融资租赁呢 它是相当于分期付款的购买 是吧 所以呢 这个租赁费 它在形成的时候 是长期赁负款 长期负债 在你偿还的时候 你就减少负债就是 因此这个租赁费呢 它是从负债里面 分期偿还扣减负债的 那不做损益 不过这样的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 按照实质重移形式的原则 它已经是我们企业自己账上的固定资产了 所以折旧是可以提的 当然折旧费就可以扣 所以融资租赁的租赁费不能扣 而折旧费是可以扣的 它们是不一样的处理 反正有一个能扣 选择题清楚就行了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的第十二项是劳动保护费 简称劳保费 那这个是我们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的 有一些也是必须的开支 给劳动者的这种劳动保护 那这样的劳动保护费 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 一般会计也是进入相关的这种成本费用 那这个劳动保护 比如说我是制药厂 那我们生产车间的工人 进入车间生产的时候 从头到脚都是要武装起来的 是吧 头上戴帽子 然后手套 工作服 也特制的那种胶鞋 这样的劳动保护的开支 当然是可以扣除的 当然我们现在呢 也把这个劳动保护费 也进行了一下这种隐身 你比如说 这个职工 咱们还说制药厂 那你在下班了之后 你进行这种清洁 是吧 什么洗发的呀 浴液啊 这些也可以作为一些劳动保护的支出 所以劳动保护费 我们就知道 在会计上 一般是借相关的成本费 那这个所得税法的规定就是 只要是合理的 正常的 还是可以扣的 跟你生产经营活动是有关的 所以说到这呢 那我们就提一下 你说合理正常的什么情况啊 比如说 这个制装费 因为我们有不少的行业 它都是要统一着装的 是吧 你比如说餐饮行业 像我们这个铁路运输 客车上 是吧 列车上 这个航空公司的 空姐 那他们的服装 我们知道都是统一的 空乘人员 是吧 这样呢 它的制装费 是一个正常的开支 所以这样的制装费呢 我们也可以 把它作为合理的劳动保护支出 来处理 肺口处 在这儿我们还提醒大家 注意一下的 那就是现在所说的 劳动保护费 它跟我们前面所说的 职工福利费呢 不完全一样 那职工福利费呢 它是有税前扣除的限额的吧 是吧 而劳动保护费呢 它没有限额 是吧 它在所得税的扣除上呢 它应该是据实扣除 当然这里面 我们的劳动保护也好 是吧 我们的职工福利也好 多数呢 都体现在 这个为职工来提供食物 商品来提供服务 那你说有没有 职工发钱的呀 这个一般来讲 是不允许发钱的 所以这时候 你涉及到食物了 那你的劳动保护费 和职工福利费 可能也是会有一点差别的 假定说 我为职工购买了 叫做福利费的用品 是吧 那我把福利费的用品 发给职工了 这是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 因为它跟生产经营活动 没有直接的关系 适用于了职工的最终消费了 那假如说 我呢买的是劳动保护用品 劳保用品 比如买的服装啊 鞋帽啊 刚才提到的制药厂的这个车间工人 从上到下的这种装备 这个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就是可以抵扣进香 因为它是跟生产经营活动 直接有关的 不是呢我们说的 这个非生产经营活动 所以这样的问题 咱们在考虑的时候 可以适当的结合增值税 但是在所得税里 不会考这些这么细的内容 所得税里就是劳动保护费 合理的可以据实扣除 它呢不同于 这个职工福利费 职工福利费是限额扣除的 好我们接下来 继续要看的第13项 叫公益捐赠支出 这个我又画了俩信号 因为公益捐赠支出 又开始有限额了 而这个限额在计算当中呢 特别麻烦 就是它的基数特别麻烦 它是会计利润 所以这个基数 很有可能就不给你 让你自己去进行计算 而且我们在考题的综合体里 公益捐赠还经常考到 去年的综合体就有 所以这个难度相对就比较大 就是它的基数比较复杂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公益捐赠 在会计上 咱们把对外捐赠 不管你是公益的 还是非公益的 也不管你是捐款还是捐物 咱们都是叫营业外支出 但是会计上就是捐赠支出嘛 但是呢 在税法上就要对捐赠进行区分了 如果这个捐赠呢 是属于公益性的捐赠 我们在税前扣除的时候 是要算一个限额 限额以内的是可以的 那鼓务力企业呢 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进行公益捐赠 但不能都扣啊 另外呢 在税法上还要把捐赠分为叫非公益 非公益的捐赠 你两个单位之间互相 你给我 我给你 这种捐赠 那哪能扣除啊 如果在这个地方也让大家去扣除 那企业之间都是通过捐赠的方式 把你的所得都捐赠走了 国家哪有所得税的税机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税前我们对非公益捐赠 税法规定就是不得扣 所以对捐赠而言 会计上那么松的啊 这个捐食物啊 捐货币啊 公益啊 非公益都割到营业外支出 你影响利润总额了 税法就要对它分门别类 有限额扣除 有不得扣除 好 那不得扣除的就是非公益呗 那我们肯定要说说 可以扣除的限额扣除 什么限额标准啊 企业发生的公益捐赠支出 不超过 会计利润的12%准于扣 所以这个限额就是 利润总额的12% 你看这个基数 利润总额 它是一个多么综合 才能够计算出来的 这个利润总额呀 那这样的利润总额 多数情况下 在我们的考试题目中 它给你 告诉你这个利润总额 你不用算 但是有可能 它告诉你的利润总额 是错的 因为后来审计中发现 它有一些业务它没计 或者计了 快计上计错了 那你一定是先调账 先调会计利润 然后才是做纳税的调整的 因此呢 在会计利润的这个形成上 它的难度就大 你光寄一个12%的限额比例 就没用了 那这个地方确实在得分上 就有一定的难度 好 那我们在这儿呢 也稍微的提一下 因为咱们有的参加驻快考试的同学呢 是来自于实务部门的 比如说 我本身就是快据事务所的 这个地方 我知道有新的规定了 那就是公益捐赠 按照公益捐赠法的要求呢 咱们是把公益捐赠超标准的 是吧 不得扣除的 它又可以呢 往后遞延三年 是吧 今年调增的 不让扣的 往后三年以内可以扣 它不像我们的广告费 我们的职工教育经费 无限期的往后结赚 它有三年的要求 但是咱们教材上没有讲到的 你作为考试的复习 是不需要考虑的 所以这样的处理 咱们就知道 当年的就行了 不超过会计利润的12% 可以扣除 超过的不能扣除 当然这个所针对的是公益捐赠 什么是公益捐赠啊 这个好理解 咱们在这儿呢 给大家简单的做个提示就行了 我们教材上呢 是有讲解的 了解就行了 公益捐赠 那就是指通过公益性的社会团体 或者是县以上的政府部门 所以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 或县以上政府部门都行 公益团体或者是政府部门 然后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规定的那个公益捐赠的项目 对 这个公益捐赠实际上就是 你得通过一个第三方 这个第三方可以是政府部门 县以上的就行 民政局啊 教育局啊 那也可以是公益性的社会团体 不过我们现在知道 这种公益性社会团体 民间非盈利组织太多了 所以什么是作为公益捐赠 这个第三方的那个公益团体 我们是要有名单的 不是说你任何一个 那个民间组织都行的 那这个名单呢 咱们是每年 由这个国家税务总局 由这个省一级的税务机关 他来对外公布的 当然这样的问题 在我们考试中 他不会给你那么具体的要求 他肯定会告诉你 就是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 那个团体肯定是在那名单里头的 是吧 他即使考题里没提 你也这么去理解名单里头的 好 通过他们去捐赠呢 还得是捐赠公益事业法的 所以这些问题 也可以说 现实中可能有我们注册会计师的 一个职业判断 到底是不是公益事业 但是在我们考题里 这个不是问题 不用判断 这肯定是属于符合规定的 那我们就知道 一个标准就行了 就是公益捐赠 是通过谁捐给公益事业的 我们也把它称为叫 间接的捐赠 不是直接啊 给某一个单位的 那个间接捐赠 是可以算现额 现额扣除的啊 那么现额的比例 年度会计利润的12% 这个年度会计利润呢 那只能是按照会计的要求 你比如说 我们的捐赠本身 是寄入营业外支出啊 那么你把它寄到这个营业外支出的 可能有货币的捐赠 是吧 也可能有非货币的捐赠啊 也可能有直接的捐赠 也可能有间接的捐赠 不管是什么 反正都在我们会计的叫什么呀 营业外支出里面包含进去了 所以这些已经计入啊 营业外支出的部分 它在会计利润当中都是减下 那我们都可以扣 扣完了以后 才是按照会计的准则和规则 算出来的会计利润 我们就认那个会计利润啊 然后乘12% 所以综合题在这呢 是经常有考点的 如果今年你遇到了这样的综合题 有的时候这分挺难得的 就是一个基数不容易算对啊 好的 那我们针对这种问题啊 还需要再提一下 假如咱们对外捐赠的是非货币资产呢 就没那么简单了 是吧 对外捐的不是钱是物 你还要考虑到物本身 它还有增值税的事呢 是从销售 物本身它还有所得税的是从销售呢 所以不光是捐赠啊 那我在这就提一下 如果是非货币对外捐赠啊 那假如我们把自己生产的 然后对外捐赠 甭管你是公益非公益的啊 直接的间接的 你肯定都有增值税的事从销售啊 另外在所得税上 也甭管你是公益非公益的 你所得税这块呢 那其实都有一个叫事从销售 这俩都得事从销售啊 那么这部分所得税上事从销售 是不需要你做会计的营业收入处理 因为会计你确认收入是拿会计的准则 是吧 会计的准则当中呢 对收入它有五个条件 同时具备确认收入 而我们这种把资产货物捐出去 所形成的损失 不可能增加资产 也不可能减少负债 它就不具备我们会计上收入确认的条件 所以呢 这种啊 在会计上不确认收入 也不截转成本 而在所得税里 要确认为 适同销售的收入 和适同销售 结转的成本 一会儿给大家来举例子 好 那这样的啊 这个公益捐赠 是吧 捐物更复杂 那如果是 这个捐款呢 捐款简单一点 只是考虑公益捐赠 所得税的一项 而捐物 你要考虑增值税 要考虑 公益捐赠所得税 还要考虑公益捐赠 使头销售 那当然 假如说 是直接捐赠 是吧 这个就不用说了 根本不能扣除 全部都要做什么呢 全部都要做 纳税条增处理 好的 那我们在这儿 就通过一个 思路的梳理 先给大家 把思路说一下 然后我们举例来说明 那首先 你算公益捐赠的时候 要用到的是会计利润 这个会计利润怎么形成 如果你不是学会计专业的 那你就可以看看 我们313页 那个佐德税纳税申报表的 前13行 就是利润的形成 所以 第13行就是那个 利润总额 就是我们计算 这个公益捐赠的减额基数 那么这个利润总额怎么形成的 这个我就不再念了 你自己去看一看就行了 是吧 它主要是考虑到 我们的主营业务 其他业务收入 扣除主营业务成本 税金 以及其他业务支出 这相当于是 营业利润 是吧 算到这是营业利润 好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再扣除了期间费用 算到这 应该是相当于是 营业利润 是吧 不是这 那再加减 在加减营业外收支 再考虑投资收益 所以问题就出来了 在这个会计利润当中 包含投资收益 我们考题里经常有这个 关于国债利息 关于投资收益 虽然他们是所得税的免税收入 但是算利润的时候要有它 所以要把它给放进去的 那另外 他们算利润的时候 不包括营业外支出 营业外支出肯定是利润的减项 因此呢 当你有捐赠 不管公益还是非公益 当你有这个行政罚款 当你有各种损失的时候 利润里该扣都扣没关系 那这时候捐赠可以扣的 不管公益还是非公益的 都是按照会计上的 该扣都可以扣的 在这我们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说 这个企业对外捐赠的是物 是实物 而且呢 它有是适同销售的收入和 对应的成本 那我们在收入这 不确认会计收入 只是所得税的适同销售收入 成本这呢 也是截转 税前扣除的配比的成本 而这个所得税的适同销售收入 是可以做广告费和招待费基数的 那我们会计上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处理呢 不做 会计的收入处理 因为它不符合收入确认的基本准则 所以会计上呢就是 货送出去了 那么存货减少 带库存商谱 按成本发失 但是你得适同销售交增值税 那么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 按谁算呢 当然你得按 税法要求 税法要求增值税是按售价 所以100万的17% 他们两个加在一起 97万 这个是会计上记录 营业外支出的数额 那么这一部分的营业外支出 其实在你算利润的时候 这是减项 对吧 你的利润里面是少了97万的 可是税前能不能 把这97万都认可呀 那我就得看一看 按照这种方法 扣了97万以后 算出来的会计利润 那拿这个会计利润 然后呢 去乘以12% 这是我们的限额 所以思路给了大家了 但是可能有的同学听着 还是有点无从下手 没关系 我们现在呢 来举例 举的这个例 我来分两个角度说 一个呢 是对外捐赠的捐款 一个是对外捐赠的捐物 由于捐款捐物 如果是直接捐赠 太简单了 那我们不得扣 整个条增就完了 所以咱们就不说直接捐赠了 我们都说公益捐赠 都说捐捐捐赠 好的 那我们这里说的是 某制药厂 所谓一般大税人 2016年你看 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营业外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营业外支出 营业税金 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 投资收益 这干嘛呢 这实际上 最终是让我们自己 算出来会计利润 那就是算会计利润的 那些加加减减的 所以在这 会计利润得自己算 另外呢告诉你了 营业外支出当中 营业外支出 不是这210万吗 他说呢里面 有这个货币的 对外捐赠 是多少啊 是140万 所以在营业外支出 210万里有140万 可是这个货币捐赠 捐给谁了呀 他就说了 这140万里面 有两项 一项呢是 通过县级政府 向贫困山梯捐赠的 这个是公益性的 是吧 那有多少呢 有120 那么140里有120呢 还有20呢 他是直接捐赠 那那就是非公益捐赠了 像某学校捐赠了 是20万 这不加起来140了吗 所以现在 20万整个调增 而这个120万 是调增多少 是不是需要调增 我只能算限额 那这个限额 我先得根据上面的损益 算出来利润总额 好的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利润总额 自己算就是了 那你的损益项目的 配比结果是960万 960万的12% 是公益捐赠的限额 而你实际公益捐赠 是多少呢 我们实际捐款的 公益捐赠是120万 限额只有115.2万 肯定超标了 所以这个时候 超标准的是 税快差异 调增了4.8万 而那个不得扣除的 非公益的 全都调增 所以这个不得扣除的 和超标准的 全都调增 这样呢 我们问的是 公益捐赠的调整额 那总共调增24.8万 好 这是我们对外捐款 有公益有非公益 主要是注意公益的调整 那假如我们是对外捐物 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所以下面来举的是 对外捐物的利益 某企业2016年 把两台重型机械设备 通过市政府 捐给了贫困地区 用于公益设施建设 那同时我们在这也 强调一下 这两台设备是自产的 那告诉你 营业外支出当中 已经列支了 两台设备的成本 以及对应的肖像税额合计 那告诉你 每台设备的售价是140万 不含增值税的 那你说每台设备的售价是140万 那么两台设备的就是142乘2 那么每台设备的成本是多少呢 这个他没说 其实我们可以倒算倒推出来 你想想 你在营业外支出当中 所列的是什么呀 刚才我有会计分录案 借营业外支出 带库存商品 带应交税费增值税 所以你的营业外支出 借方已经有了是247.6 是吧 那我们代方是谁呢 代方一个是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增值税是按照售价280万 乘17%算出来 是吧 那现在我们的存货就可以倒计出来了 营业外支出减去增值税 那就是存货成本 所以你可以算算 存货成本就是200 因此这个成本呢 是一台100 两台就是200 好 现在问你上述业务的纳税调整 这种问法非常非常的隐蔽 上述业务 等于你既要去调公益捐赠的 还要底调非货币资产 对外公益捐赠的市同销售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公益捐赠的扣除限额是多少呢 咱们前面呢 已经要告诉你了 是吧 利润 算利润的时候 营业外支出扣了 没问题 就应该是这样 那我们的利润 一千万百分之十二 一百二十万 那你的营业外支出呢 这么多也有了 所以税块差异 咱们调出来的是 第一个127.6 是公益捐赠的纳税调整额 那很多同会算到这就 没事吧 不再往下算了 但是你要算到这 你的分呢 也只能得一半 那我们说下面才是 很重要的一个容易丢掉的 那就是仕同销售的纳税调整 这个设备呢 它是280万的仕同销售收入 同时200万的仕同销售成本 那他们有80万的仕同销售的收入 也得做纳税调整 那这两个加在一起 才是咱们需要得分的那个 207.6万的纳税调整 所以两个地方都不能忽略 那你只调了一个 有的时候这一份就一分 那你只调了一个 跟标达不一样 就不会再把这一分给你分解到 0.5分你得得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需要大家对仕同销售的 这种实务的公益捐赠 它的两个调整项目要特别清楚 一个是捐赠的调整 一个是仕同销售的调整 好 这儿呢 我们讲完了之后 大家自己再琢磨琢磨 自己再深刻的理会一下 感谢观看